这是粉丝发给我的歌亚 双引流的出装和名玩 并且他还说了 在歌亚削弱后 除了这套出装的歌亚 还是一个上分版本答案 一泡秒脆皮 两泡秒躺克 随机我就回答他了 你吹这么大你也不怕 闪着腰 他当时他就回答我了 我一点都没吹 不信你就去试试 那试试就试试 不怕误啊 果断我就和对面的李源芳打在了一起 当时李源芳已经被我和捕住 一个闪现他还想跑 哪有这么容易 直接躺进躺内 哎呀 我方的这个小菜筋 这个干扰放的 生怕我受这么一惊惊的伤害啊 真是大爱小菜筋 趁着他们都没有复活 我又开始清理兵线 清理野怪 清着清着我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从小地图上一看 李源芳就朝着我方的打野去了 后面中路还有辅助 包冲我方的打野 我一看这不行啊 那我得上来 不过还是完了 我方的打野没了 把我给气的 一个二技能冲入敌方的团战当中 先把对面的法治小桥给KO了 接着面对张飞 我们一边后退 一边释放大招 吸引入那个李源芳 然后再回到团战当中 三下五除二 我成了一个三联军生 你们说这一波 我的这个选择 我的这个操作 我的这个脑子 还有这个战略 还有这个意识 虽然有点狭屁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吧 前期就这样过去了 说实话 这个明文的攻击力还算不错 接下来就看后期的装备了 时间一转 对面的下路一塔就没了 这时候我就朝着对面的二塔走去 迎面就撞上了对面的二人 我这一个照面 李源芳就已是残选 当时我又释放了大招 李源芳就直接坐了飞机 后面只留下一个张飞 这个可怜的娃儿 我在他的屁股后面死命的攻击 当时我旁边没有补过 我心里想着 如果小菜筋再就好了 干扰一放 这个张飞不就没了吗 不过后面这个百里玄策 他又来了 把我抡的 一个屁股把他给放了 现在啊 我们打那些坦克 还是有点吃力 这让我非常的不爽 于是我就很烈的发育了起来 发育到了六分钟 我觉得我可以不用发育 于是我就朝着中路赶了过去 先是起手一个大招 碰住对面所有人 然后一个二技能拉开距离 顺便把李源芳还给宰 开大的小桥 他说道就道 一点道理都不讲 而我对的电耗子 又是几个普通公鸡 远方的这个张飞 当时我没有缓过劲 他就没了 然后我又追上了小桥 啪啪啪 又是两轮普通公鸡 直接就四连超凡了 我的 电路嘛 就你毕业了 乱杀了 后面 我又把对面的蓝buff 给他坐上飞 然后我就着急忙慌的 赶往下路 我就看看对面有几个人 一看张飞 这二人组都在 果断一个二技能靠近 一个大招往中路旁边一放 回头一看 百里全策还来 张飞开大 我没理他 一个强化普通公鸡 我先安排 百里全策上飞机 然后几个普通公鸡 李远方也坐上了头等舵 这时候那个张飞 死命的追我 我的狂暴 马上就好 开启狂暴 对着张飞一阵猛空 不好意思了 他这回只能坐经济舱了 晚来头等舵和商务舱 都满园了 你说竟然我 又是一个三连军事 时间熬着熬着 就来到了中后期 当时啊 我就想看一眼 红霸果然带不带 谁知道这个百里全策 还在那里打着呢 一个强化普通公鸡 这回给他一个头等舵 再把红霸不给他抢 难受啊 接着朝中路 赶紧放一个大招 二技能我追上小球 张飞把我吼入塔中 我的天哪 我吓了呀 赶紧几个普通公鸡 把袁方也给安排上了 面曹操还朝我放着技能呢 赶紧给他二连击破了 这波差点又挂了 王安 兄弟们从中后期来看 这套出装呀 还是不错的